上一集我们讲玛丽兰拿产权走forclosure流程 大概每一个地产的成本 法律成本 3500美元 那么你手里的这个 这个link tax link证书到期了 或者说他没有输回 已经满四个月或者满六个月了 那你要不要走forclosure程序呢 那么你走forclosure程序之后 你这个3500块的成本 花的值不值呢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地根本不值3500块钱 那你把这个3500块钱花进去就不划算了 所以我们在做forclosure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tax link的证书所在的这个地产 值不值3500块钱 你至少得值3500块钱 否则你这个去做forclosure程序 还要花掉3500块钱 那就不划算 对不对 这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块 好 这块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图呢 是我之前的截图 我之前在拍到link之后 我就拍到的link 我基本上都喜欢看一下这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用个圈圈把它大概圈出来 这位置啊 这位置大概圈一下 好 这位置 然后 然后我们再到这个谷歌 谷歌里面去找到这个地方在哪啊 找到这个地方在哪儿 把地址打一下 他的地址上面有地址 我们打叫fish 可以等一下 fish hat ch e r y 这条路 对不对 这条路 好 找到了吧 找到了 就是叫fish的这个路 这是重的是这条路 横的是 横的这条路叫marina marina路的 我们来看一下marina路的 我们来看一下marina路的 fish的这条路是重的 横的是这条路叫marina 这个路在哪里 应该在上面吧 还正长啊 这个 这个路还正长 找到了 在这里 看啊 我再看一下 在这个marina的下边这一点 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fish这条路marina这条路 然后在他下一边就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就在这个位置啊 狗跟我们圈出来的位置差不多 就在这里 然后把它拉过来 好 就在这个位置嘛 对吧 那我们要知道这个这个底值多少钱怎么办呢 我们先看一下他附近 看他看他的邻居 看看他的邻居 喂 看他们家邻居 然后这边有个邻居 好 这个邻居 这是他们家邻居 我们把这个邻居的地址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这个Zero里面 好 点击 回测 我们先看一下他们家邻居值多少钱 哇 然后他他差不多也就可以估算一下 啊 他们家邻居值大概14万6 啊 他们家邻居值14万6 好 好 那看这里就出来了一个这个东西挺好的啊 我们把它拉过来一点 啊 你看这里这里出来一个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这个这个我们就看这个图 这是一个fish 这是一条路叫fish对吧 还有一条路叫marina 就是这里marina 这里叫tohy load 啊 我们这个哎 等一下 我们这个地产应该是在在这个位置啊 不在这个位置还是这位置啊 我们再看一下啊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是在这个叫tohy的这个路的 这条路的末端在这个位置啊 在fish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应该是第一第二块第二块路 我们看一下第二块 呃第一 呃不第一第二应该是这块应该是这块 这一块对不对 我看一下 这一块 这一块 他这个 他指 他这个估价他没有 他只是一个出租 出租的话可以估价 啊 然后他这个是这个assess 他这个值就是 是平估价 他这也是平估价 这个平估价 只值4万多块钱啊 好 我们最好要看到他这个真实价格 我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 这这附近要有有房子 有房子才能看 在这里有个房子呢 值14万 那我们再看看下面下面 下面这里也有 哦 下面这有这个这个房子 这里有房子 这里有 这里有一个值14万的 这里有一个值24万的 对吧 然后 啊 这里有24万 22万 26万 24万 差不多都20十几万的样子啊 这个地方 我这块地 我我我这个好像看上去小一点 小一点的话 应该也可以 值个十几万吧 应该没问题啊 我都我这里讲的十几万是讲 他这个造好房子的之后啊 现在是空的 空的 造好房子之后 应该 造好房子之后 应该跟附近的房子价格差不多 啊 造好房子之后 跟附近房子价格差不多的 你看这附近房子都是二十几万 对吧 这个算是小一点嘛 十多万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地是值的啊 你你值不值那个Forklisher的 3500块钱 看上去是是值的啊 好 那我们就把它截个图 截个图啊 然后我把它给标记一下 标记一下 下次你就可以看的话就可以 就可以知道是是是那个位置 对吧 好 保存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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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去 C 嗯 好 把这个值保存一下 好 那么这个就看好了 这是值的 值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标记一下 我们在这里写一下 我们在这里写一下 这块地是叫什么 这块地是三四九四 三四九四 这里啊 三四九四 三四九四 就是这里 直的就标记一下 这就每个就这样大概看一下啊 然后这里还有一块这个 这个地 这个地 我们也看一下 这个地是在哪条路啊 好 把它看一下 好 那我把原来就关掉 好 这一块 好 这里 这里有一块 这一块 啊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 我们把它放边上一点 嗯 嗯 然后再拉过来 好 把这个前面都插掉 因为他这个是cant cant counted 是肯定是对的 但是前面的地址就不对 所以要插掉 然后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地址打进去 他的地址叫奇奇怪怪的地址 叫什么 这个地址叫 sk skip skip j a c k 有个这条路 好 好 找到了 啊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 这个 这边有个房子 边上一点 school school了下面 然后他这个 在这个位置 好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位置 应该是这个 就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 好 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看这个叫 找 找一下他的邻居吧 他邻居是哪个家 这里 这里有个邻居 好 这里有个邻居 复制 好 再到c路里面 Cntr A Cntr B 搜索 我们看一下他邻居值多少钱啊 好吗 嗯 找不到吗 看一下 重新来 Cntr A Cntr B 他他这个 有时候可能 有时候找不着 啊 找不着也没没也没办法 就在这个地方嘛 对啊 看不见价格 周围的 价格看见 周围这有房子 看周围这有房子 看不见 看不见啊 这咋办呀 他这个路找不找不找得到这条路 这里有个放大一点 这个路我也不太这个路怎么找这个路 这个路怎么找这个路不好找啊 这条路 这条路 是不是找这条路 是 goo 然后 然后 这样找到看 找到了吗 找到了吗 有时候 有时候就不太好找就没办法了 找不到这个 找不到这个 那我们再 我们换个邻居看一下 这个邻居不太好找 我们换这里边的邻居 我们换这里边的邻居 换这里 换这个邻居试一下 好吧 就 好 看去 看去V 这个找到了 这个找到了 这个邻居找到了 这个邻居估价24万了 这个邻居 好 哎 找到找到找到了 所以这个东西 有时候找起来还是要 多四两次 这个邻居 这边有好多邻居 这边的邻居都是 是十几万二十几万的 有房子都十几万二十几万的 十几万二十几万 然后我们那块地 应该是在下面 就是在 是这一块 因为不是这一块就是这一块 我估计是这一块 估计是这一块 我们我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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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x令的那个地 应该是这一块 然后这边也有房子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 他们的房子什么价钱 二十万的房子 还有价钱吗 二十几万 差不多 这里房子 都是二十几万十几万 还可以 我看这里 这里房子多一点 哦 这里房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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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不动了 这里房子你看好多呀 这里房子好多 都是二十几万二十几万 二十几万 十几万的 这当然还有四万多块的 你看这个 房子有房子的都得二十几万吧 差不多 对吧 那我们这个地大概的估价 你就了解了 估计是这一块 估计是这一块 好 我把这个这个D 好小 怎么可以把这图弄大一点 这图好小 把这图弄大一点 看一下 说 能说吗 不能说 不能说 一说就不见了 不能说 只能这样 好 大概就这个样子吧 这里也看不清楚 这里这里要要要 要拉过来 这个图太小 没办法拉 有什么办法 我有 我有个办法 嗯 一模一样的拉一个 好 然后 然后就把它往这边拉嘛 这边不都有价钱吗 对吧 好多房子有价钱 然后 然后这里 在这里 这个D 在 这块D应该在这个位置嘛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 再把这个 刚刚那个 再调出来 这样不就看得清楚了吗 假期都看得到 看得到 好 然后这个D应该是 这一块吧 估计是这一块 是哪块都差不多了 隔壁的话也差不多了 没有太大关系 主要是看一下它的价格 就是这一块 好 Cntr c B 好 这一块就弄好了 好 那么这一块的号码是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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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 哎 不好意思 听错了 5403 还有3块 还有3块 我们再看一下 好 然后还有这一块 我们再看一下 好 好 这一块 哎呦 这一块有点 你看 这块地你看在当中没有路啊 可能这根地没路 这个当时 这块地是有点伤脑劲 我们先 我们先方便让我们老样子 嗯 好 我们先 老样子 找这个路 这个路叫什么路啊 这条路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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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在 这条路 这个路 这个路的这个 这边 这边 这条路吧 然后在这条路的这个房子的右下角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找他邻居 我们找他的邻居 找谁呢 找他邻居就找他呗 他就是他的邻居呗 这里也有个邻居 管他呢 就找这个来说 这个好像 好 复制一下 好 这个 好 这个邻居值22版 啊 邻居值22版 好 我们 我要看的就是这个格子图 这个格子图很好 这个格子图它上面 每一个格子的价格都都标着清清楚楚 然后 我的那个录音 我那块地 是这块地 是这块地 对不对 这里这个 嘿嘿 哦吼 这怎么这还出不出来了 出了出了出来了 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我看一下我们我这块地啊 我这个地我前面还在担心呢 我这个地在在当中 你怎么出来这东西 我这个地在当中 在当中的话 这个怎么回事 我这个地在当中我怕没有录进去啊 那么我们刚刚那个格子图 格子图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red field 正下方 从中间这里下来 这个的位置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 在这里 好 bucknet load 我们来看一下 bucknet load 然后从red field这个正下方 这边下来 下来的话 应该就是在这里 这个横的 就是在他这边的这边 那么这个地就在这块 这块地 这块地的话 感觉还行 不过我有一个 让我放心的地方 就是这里 你看 这里 这两块地当中有个小缝缝 那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小缝缝 进到这个地块里边来了 对吧 还好这当中有个小缝缝 有小缝缝说明这个是 是有一条路来着 我就可以从中间走过来 如果这个两个地 当中没有小缝缝的话 那这个地都是别人的 我就被包围了 那就那就那就麻烦了哈 不过现在这里当中有个小缝缝 我就用这条路可以过来 这还挺挺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边上边上 他这个值二十几万 他这个地有点大 我们找一个 这个地跟他一样 一般一般大吗 差不多大小 他比他大一点 他值二十几万 他他这里有房子啊 我们再看一个 看一个 复制 好 我们看一个啊 看一个边上一点 我记得边上这里有 边上这里有房子啊 这里有房子有了 这里有几个房子吗 这里在这里有房子啊 去看这里 这里有房子了 房子房子 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房子 这边都有房子 这里这个也不知道是啥房子啊 这里你看这这这房子是有 但是这个地方应该本来就是比较偏 那这个地方有个值七万多块钱 啊值七万多块 然后这个大概是六万多吧 三万多的 这个到这个这个价钱 是评估价 这都是评估价 你看 这都是评估价啊 不是他这个买卖价钱 都是评估价 这个地方因为 地方没有什么人比较偏 是农村地区 基本上也能值个 也能值点钱吧应该是 应该这地方四万多块 他这个价格 他这个价格可能是评估价 我们看那个有没有 for sale的价格 这里这里这里房子比较多哦 我们就看这里 十几万的十十七万的 对吧 这里十万的 这里有个房子十万的 这个这个地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应该 for closure 应该还是花几千块钱做for closure 应该还是 还是还是有有有有有有有价值的哈 好吧 那么就就就简单 虽然不是太好 就简单看一下吧 那么是这个这一块对吧 这一块画个圈圈 好 Ctrl C Ctrl V 好 这一块就弄好了 这个是6027 烧菜一点 这个是6027 价值稍微差一些 我们就标记一下 哪个好哪个坏 我们就这样子标记一下吧 好 然后最后还两个 最后两个就这个 好 把它原来的关掉 哦这里还有一块小小的 这跟那个地方差不多 跟刚刚也是在这个位置 也是刚刚刚那个地方对吧 就是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叫lola这个的 左边在这个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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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太多房子 周围都是 没有太多呢,这里有一些房子 这里有一些房子,我们看一下 这里 这里都是什么地啊,这么一小的 这里有个房子吧 这个房子都是空地这些 都是空地 这里有个房子,二十几万 小小的 当然就是他这个地方就说明他地 这个地也不怎么值钱啊 然后 这也稍微差一点 十几万,这里有个十几万的房子 对吧 也是二十几万,主要要看房子 这个地这里是空地是很多 这地方空地是很多的 空地很多 不值钱啊 好,就这样吧 也算是 比较像 这地也不怎么 他这个评估价,这些3000啊,这些3000,这些都是他的评估价 评估价 因为他没有房子,他就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价格,有房子才有价格 往往没房子就没就没价格 然后那个你看到的价格都是他的评估价 好嘞 好,然后202195 2195 还要就 还要就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偏 能少空地多这个地方 最后一个4007我们再看一下 最后一个这个 这块地跟刚刚那块地是一样的 你看这就不用看了 你看 在他隔壁嘛 是吧 Cloud out 在在在这个lola的这个边上的s开头的在在这 在 在这他在这他在这两个 南胸南地 差不多 差不多 那那这个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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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这就不用再看了 大小也差不多 大小也差不多就不用看 嗯就把那个 刚刚你来说这个 2195这个 2195这个 复制过来 差不多就可以了 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地跟那个地也是稍微偏一点 4007 4007 好那这样的话就 每一个地你就哪个好哪个不好你就 你就稍微都都都有有心里有数吗 然后做forclosure的时候就心里有数 哪个值得花钱 哪个 不值得 大概吗 这也是看到大概 就这样 呃 我把这个字怎么弄上去 这样子弄一下 那么这样子大概就是 就知道哪些是值得去做forclosure了啊 这几个就比较好的 这比这几个比较好的 对吧 加个出题 这几个稍微差一点 这样 好今天就讲这些吧 拜拜